雨來了,撐起雨傘走在街上,才不會變成落湯機 可是遇到風大雨大的時候,頸部以上或許是乾的 可是頸部以下呢,可能就沒那麼好運了 市面上最近出現一款外型設計,有夠像安全帽的雨傘 不但傘型的邊緣以安全帽的外型作為設計概念 連表面的彩繪也都跟安全帽幾乎是一模一樣 因為它可以遮到肩膀,所以一般外面風從側面吹後面 它吹的話基本上身體都先擋住 當初設計這款以安全帽概念為雨傘外型的點子 主要是針對愛美的女性族群,有時走在路上,雨勢大了一點 如果忽然又吹起了強風,好不容易整理好的髮型就變得七零八落了 所以特別參考半造式安全帽的設計,向下延伸散布的遮蔽區域 即使雨下的再大,保證肩部到腰際,可以保持不被雨淋濕 如果你擁有一頭飄逸的長髮,就算大雨來,你還是有辦法給它趕回來 有什麼好處喔,就至少頭髮不會是濕的 這款擁有特殊設計外型的雨傘,業者已經申請發明專利 不過市面上還是有仿冒品出現 業者特別透露,整個雨傘核心還是在傘鼓的設計 外型能模仿的一模一樣,但是如果買到山寨版 下雨天想要用來保護自己不被淋濕,而傘鼓卻不夠堅固 雨來了,突然打不開,或是傘鼓變形,可真是欲哭無淚,傷很大了 總裁新聞綜合報導